那時候高中的時候只會覺得 媽媽要叫我去出活動 又要跑叫我休假 然後去北部、中部、去嘉義出各個活動 然後大家覺得很好玩啊 你可以跑全台 而且他們不知道做生意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然後從擺攤到出攤 然後下雨 整個非常的狼狽不堪 我們就會找很便宜很便宜的住宿 因為只有一個雙人床 然後就只有爸爸媽媽都說小孩睡上面 他們我們就會自己帶棉被 全部都在地板上鋪著一起睡覺 對 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是 你要親生經歷過的時候才會知道 如果不是親生經歷過貧窮 或許不是世上每個人都能體會貧窮的苦的 只是好在二十多年來郭家榮和爸爸媽媽姐姐弟弟們 現下算是苦過來了 你好 我可以看 要不要來一份 又賣牙筒的 冰冷凍也好吃 它有點像是翻轉我們家的整個每個人的命運 因為從一個我們不會跟別人說我們家是明紅八絲地瓜 到後來我們會很願意跟別人說我們家是明紅八絲地瓜 我們家在做八絲地瓜 家裡的八絲地瓜攤這一兩年的確蠻紅的 前些日子在高雄登會的餐車市集 甚至創下整個園區排隊人潮最壯觀的紀錄 溫和 前訊又帶點文青味的八絲地瓜 如今有夜市裡的傳統樣貌 也有餐車和街邊小店的清新風潮 實在很難想像它的誕生 當年是始至爸爸無預警地被裁員 他原來是做木扁雕刻 後來被 因為公司資金出了問題 對 他就出來 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他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在做木扁這方面了 其實郭爸爸的老本行本就屬論見記仇 早在賣八絲地瓜以前 夫妻倆也開過小發財車在烤地瓜蜜地瓜兜售 記得當時兩個大人加三個女兒 生活已經很不好過 後來小兒子出生 又遇上一家支柱中年失業 家裡的經濟於是更吃緊了 到冬天的時候我們就會抱著爐子 那個烤爐 就這一張 唯一一張的烤地瓜 這還是人家幫你們拍的吧 那時候剛好抽獎抽到一台 那個燒香雞 那台燒香雞 不是 本來就是不是很好的 孩子們還小的冷冬裡 地瓜烤翁是暖爐 大人要東奔西跑做生意 小小孩當然也就從小學會怎麼互相扶持 擋起不讓父母掛心的隨身行李 以前的鐵衣就是藏的鐵衣 後來就是三個都擠在那邊 後來抱在一匹那邊睡 後來如果到夏天中午的時候 蒼蠅很多啊 我們就用報紙把他們的頭都給他蓋住 盤召捲始終沒有忘記 日子最顧不去時 是每個月底都得看人臉色 扣著臉皮向鄰居借錢 直到二女兒被球隊看中了 他就算不捨 也得將孩子送出家門 因為那時候是遇到真的家也養不起 因為有人要栽培 寧願讓人家去栽培 他在球隊就是哭 有一次在國山的時候 一直打電話回來 結果說他要回家了 我真的是把他接到火車站的時候 我心裡認了一下 我那時候我在想說 我真的要把他帶回家嗎 帶回家之後我怎麼辦 那一天晚上 說實在一般來講 我把小孩子帶到旅館去睡一覺 但是我沒辦法 所以我只能跟著他 在火車站裡面睡個一個晚上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睡個晚上 後來隔天再好好跟他溝通 這麼做是為了周泉一家子 但做媽媽的似乎用盡全力 還是無法彌補每個孩子 這一頭八年級的郭家榮也早就習慣 三不五時請假陪爸媽擺攤 對於家裡的結局 小瘦女的記憶是 每個孩子的零用錢 一天就一枚50塊硬幣 那時候來回公車就24塊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 就等於自己的早餐費只有26塊 然後我們就會想著我今天只有26塊的早餐費 那我今天少吃10塊的饅頭 或者是飲料 我隔天只有36塊錢等等這樣子的想法 省吃減庸的學生年代 爸爸除了烤地瓜外 其實也堅持做搬運工 媽媽為了溫飽孩子 更是一天達滿兩份工 那年路邊的烤地瓜 因為道路改建被迫停擺 朋友便順勢建議 不妨將它改成拔絲地瓜來賣 那時候真的我們夫妻都是頭暈暈的 什麼是拔絲地瓜 因為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當好遇到一個朋友跟我們講 你說你去六合夜市去找 應該會找得到 高雄只有一家而已 六合夜市 我們夫妻就傻傻就跑到六合夜市 當好遇到一個貴人 鄰居當好是圓山飯店裡面的廚師 我們就去找了他 他就教我們用砂糖去草仿 像這個啊 你還要再等一下還要再處理 或是遇到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辦法洗得很漂亮 從雲林南下運來的地瓜 要削 要洗 要切 還要預炸 光是擺攤前的各種繁榮 其實也夠折騰了 如今回想 一家人剛賣拔絲地瓜的前五年生意 並不理想 一來可能因當時純用焦糖 炒出的味道不免死甜 而更關乎地瓜的富裕香氣跟來源 要多久 多久的地瓜是最好吃 種了多久的地瓜是最好吃 還有在就是他出 他一雷出來之後送到我這邊 我可以放多久 這段時間是最好吃的 以前都叫人家送到我家 所以我不知道品質哪裡的品質 大家會混 我說你都不用混 是不是你的地瓜 我們回來我們看就知道了 黃皮黃肉的也好 紅皮紅肉的也行 潘昼君後來是這麼一步步 靠著品種品質的穩定 再加上這幾年決定改良不摻糖 就純以麥芽翻炒 生意才終於慢慢變好 那時間非常濃長 然後量又趕不起來 然後每次工作到一兩點 然後三點又要出門做生意 然後爸爸還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天啊太辛苦 然後回到家都一兩點 然後隔天起來大概七點左右 又起床 然後有時候為了活動需求 然後就會更要睡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為了起來備貨 然後每天這樣子 他們都沒有在休息 就是賺的那種幾千塊 可是他們還是覺得 有就好沒關係 正規是女孩大了父母見老 郭家榮常常心疼的想 假使自己能多出點力 爸媽是否也就可以多 偷點時間休息 哪怕一兩個鐘頭都行 這是他放棄在外闖大 第一份回家的起薪 而後他又支垢著 也許家裡的拔絲地窪生意 還有更多值得神亡的前景 他都跟他爸說他要回來做 那時候我們也是說實在 我們也是笑笑的 因為我覺得說 一個小孩的人漂亮 要做這個牙齊 到底是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很多 事實上我們都搞不清楚 他就說你不要管 反正我走路線跟你們路線不一樣 後來那時候他老爸就跟我說 你不要拿錢贊助他 這樣看他要變什麼 這樣就對了 那時候我們真的 我們不知道走這一塊 網路這一塊 其實一開始回家的那一段時間 做女兒的口墨橫飛 把理想跟計劃都說盡了 只是提到終極目標是開間 拔絲地瓜專賣小店 兩老便第一時間舉雙手反對 所以他花一年時間學成 開始經營粉絲顧客 也埋頭做麵交團購 在一面把抵禦練得更加深厚 最難的是你不知道他 到底怎麼會起鍋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是非常 他的溫度很重要 然後對 然後你必須要看他很多很多的細節 然後你才可以讓他起鍋 因為有時候你光看覺得可以了 可是他起來其實還是軟軟的 既然拔絲地瓜取的是 凡屬本味的甜鮮 那麼地瓜品種才說季節 含水濕度也都會是 影響起鍋的關鍵 花了一年多學來的速成功夫 最終就如翻炒麥芽這道工 要的依舊是時間粹觸經燕火後 而化解跟爸媽的對立 何嘗不也需要時間 這個怎麼痛欸 這個怎麼痛欸 其實在一直 剛開始回來一兩年的時候 我知道家人不太肯定 所以可是我抱著我的信念就蠻強的 就覺得我覺得自己有一個 有一個壓力 然後我覺得我要有一個責任感 我既然都要回來了 那就不能說我要放棄 四年了愛河旁出立的小店 正是他沒有放棄 那是他幾年來用擺攤 攀供麵膠攢下的錢換來的新鮮 郭家榮說最感動的 是開幕的那幾個下雨天 真有粉絲上門排起對來 他們也不會從口中說出 你很棒 你也很大好 或是 因為我們家就是 很獨立的家庭 他不會跟你說鼓勵讚美的話 然後到第二年的時候 還是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爸媽的朋友跟我說 你媽媽跟爸爸在外面都很稱讚你 原來爸媽的認同早就與他同在 如今小店還不止迎來散客 共有如雪花飛來的貼牌生產訂單 曾經被視為俗物的番薯 後來搖身一變成了果宴點心 他說或許那概念也能套用在家裡的 拔絲地瓜吧 只要夠堅持 總有從土裡翻出頭的一天